白色轿车和机车接连在马路上停了下来 原来两边都是朋友 下车之后看起来都在聊天 但是冲突就在一刹那间发生 一群人先在大街上发声拉扯 过程中还能明显看到其中一名男子 甚至拿出一把震爆枪 往天空一比划 就在这一刻激发一枪吓坏了所有人 这群人相约在这边会合 原本是要到住在附近的朋友家里面来处理事情 没有想到竟然就在马路上爆发了冲突 所以过程当中还有人当街开了一枪 整个吵闹过程不到三分钟 吹发就在新北市的三峡 这群人在马路上发生争执 过程中尤信男子认为同心友人讲话口气不好 才会想要拿出震爆枪恐吓 最后擦枪走火 很大声啊 晚上只有姐妹不会睡觉 而且她们都三经半夜的事情 这边附近都是住宅区 因此半夜只要一点声音都会听得一清二楚 警方货报到场 但闹事的人都已经离开 事后通知姚信男子道安说明 他公称自己是不小心受滑才会扣下板击 至于枪支来源则是推托说全忘记了 你这边摆住很长 你这边都是租的 那边都是自己的 所以这边有很多 我们是租户我们的 社区大楼出租客多 因此人员进出也比较难控管 这位要姓男子被设为法送办 尽管公称是手划开了一枪 但还是被法官裁罚6000元 要处理的事情没办好还惊动 警方调查让自己吃上官司 TVBS新闻我就想有新年新别时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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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